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誰帶著我痛苦的墨色 是誰帶回逼我又想問我 也許是你 也許是我 彼此都無謀 渴望你太久 夢裡的風輕輕吹過 想我永遠穿過 想我永遠失落 能不能留下來擁抱我 握住我的手 告訴我 再告訴我 愛我勝過一切所有 一時走來不敢對你說 說一句不完美的承諾 不敢對語氣說 一生有幾次選擇 是你溫柔 緊緊地插住我 我不想回首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眼中 但是從來不敢對你說 說一句不完美的承諾 說一句不完美的承諾 不敢對自己說 一生有幾次選擇 是你溫柔 緊緊地插住我 不想回首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的眼中 看到更久 這是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 不是只出去走走而已嗎 怎麼變成這副德行 你喝酒了 喝了一點 何止一點兒 簡直都快醉了 你是從來不喝酒的 媽 喝點酒也好 麻醉一下 可以減輕心裏的痛苦 痛苦 你痛苦什麼 反正 媽 您不知道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呢 你給我老老實實地說 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吧 那還不簡單 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呢 我都聽 因為你覺得什麼 說呀 把你心裡的痛苦 都說出來 都說出來 好 我说 我想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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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你现在就搬 妈 我说我不忍在家 你搬不搬 妈,你就当我,我是在说九话 我...不行 九号图真言,你早就有这份心思 你已经不配住在这栋房子里 你要不搬,我搬 我情愿睡在八路边 我就睡火着这儿 妈,你不要搬,我搬... 你不觉得可笑吗? 最疼我,最爱我的母亲 居然把我赶出来 可以想象 不许多了 我就是想象 你不许多了 我会去 我会去 你不许多了 我会去 你不许多了 全世界有什么地方 是真正属于我的 苏小姐 麦芊在吗 她今天有点不舒服 可能不来办公室了 我把这份文件放到桌上 可以 难以理解 请立刻停止 苏小姐 你有卖些地址吗 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看她 说不定有件重要事情 向她请示 好 我写给你 谢谢 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 没什么 已经好了 专专来看我 另外有件事要请教你 不用客气 坐下来说 谢谢 很抱歉 我送公文到你的办公室 发现一封美国总公司派的电报 你看到什么呢 总公司根本不同意成立海洋博物馆 那是我跟总公司之间的事 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事 如果基本上不成立 我再做好任何事 也不具任何意义 谁说不成立 台湾区是我在负责 可是你也要对总公司负责 我感觉得出来 有很多事都不对 你想的太多了 我们不必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讨论 麦先生 我怀疑整件事 一开始就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有 对点到现在你不能决定 具体的计划你没有概念 很多细节你拒绝跟我讨论 那是因为我相信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过也怀疑过 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跟泛亚机构的投资计划 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你管的态度 不是管 而且想知道真相 真相 真相 你真的想知道真相 对 好 我告诉你一切真相 我告诉你一切真相 我所做的一切一切 都是因为你 为了我 对 我让你留在我身边为我工作 而你学的是海洋生物学 只有这份工作 你才会来印证 是 我不懂 你把我弄糊涂了 你不必懂 答案 还不到街上的时候 我想 我已经多少猜到一点了 不管你怎么猜 我有我自己的构想和计划 坦白地说 你就是整个计划和构想的重心 这 都是因为我 对 因为 对 因为 不管怎么说 总公司已经要求 立刻停止 我不会停止 如果总公司不同意 以我现在的能力和关系 我有把握找到更有兴趣的投资人 支持我完成这个计划 麦先生 我的话已经够清楚了 我不会半途而非 尤其是你 不要支持我完成他 请不吝点赞 你 你快点啊 你 你 你当你是林海峰啊 我不是林海峰 你也不是吴清源 你神奇什么 叫吃 叫吃 你不后悔 我叫吃后悔什么 好 算你有种 好 不不不不 这反题 反题 不不不不 你连反题都看不出来 你还下什么棋啊 不不不 我不是看不出来 我 我看错了 你看错的是你活开 不准反悔 我不是反悔 我我我我看错了 我不下这儿 你一定要下这儿 你输定了 什么输定了 我这条龙不死 我就输不了 接一颗 我不下 我不下 怎么不下呢 你下一半呢 下你这种悔极方式 林海峰也下得过你 你输了 我还输了 我还输什么输 你老悔极我当然输了 下完了去 我不下了 爸 爸 你们两个加起来都超过一百岁了 哎呀 哎呀 你爸 他赖皮 别太赖皮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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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今天还愉快吧 不怎么愉快 哎 不怎么愉快 我觉得这个工作有点问题 有问题 哎 哎 这这这不是你喜欢的工作又是你的专长 那是另外一回事 哎 到底这这怎么了 简单的说 那位麦先生利用工作的机会在追我 哦 哦 这 哎 这也没什么不妥吧 你就这么大应该有个男朋友啊 是啊 那姓麦的有本事 长得有一表人才 哎 真要是男朋友难道配不上你啊 你们不能只看表面啊 他们又留贵了我 投资这么多钱 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 他的动机有问题 那你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是啊 连我也糊涂了 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我先去换衣服 有机会我再慢慢说给你们听 哎 老头啊 我都明白了 一定是啊 性贷那小子性子太急了 我看不下 人一是博士又是一副思维有理的样 不可能 你回来干什么 妈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酒 反悔了 我是特别回来 跟你认错了 不必 事情都做了 认错也没有用 我的个性你最清楚 我说的出口 就一定做得到 你需要你的空间 我给了你 你想搬出去 我也成全了你 现在你应该是称心如意啊 可是 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笑话 你在国外那么多年 我一个人还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倒是你自己 不担心你自己吧 我希望妈能够了解我的苦衷 不要跟我提苦衷这两个字 我说过 你要跟我比苦衷 你差得太远了 你要是想搬回来住 可以 不过 你得先为你老子报了仇 打垮了白石凡再说 我会的 光说没有用 在我死之前 我要亲眼看到 好了 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的空间里去 我的空间留不下呢 妈 不过 情绪越来越固埃 胃口也越来越差 吃了药 马上就想吐 连我看了也不忍心 可是又不能不吃 与政 我真希望能帮得上我 笑容 你帮不上 有时候 连我都拿他没办法 只有每天盼望着 艾琳早点儿来 雪儿只听艾琳一个人的话 和小姐常来吗 有空一定来 可是人家要工作 要上班 又不住在这儿 总不能 我等了 这么说 你当初不应该答应他班子 我凭什么留住你 没冥没愤 还要受尽人家冷言冷语 我不要吃 我真的不要吃 雪儿 你吃不行啊 吃了药你才会好 我太不信 我吃了那么多 到现在还挺好 你骗我 我不要吃 我就是不要吃 我永远都不要吃了 雪儿 音音 表姨 我不要吃药 我已经好了 你还没有好 表姨小的时候 也很怕吃药 可是又不能不吃 每次吃的时候 都大吵大闹 现在想起来 好难为情哦 你的药跟这个药不一样 这个药吃了以后好难过 好像连胃都要翻过来了 其实药都是一样的 你不是很勇敢的吗 你一定要吃药 才能够打败细菌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可是这个药不像感冒药 实在太难吃了 乖吗 忍一忍 再勇敢一次 好不好 快来 我给你 好不好 表姨抱着你会舒服一点的 嗯 不用了 我想上去睡觉 古不必跟来了 我想一个人天天安逸的雲露带 累了我就睡 爺爺 对了 爷爷 阿姨明天会不会来 我想只要他有空 他一定会来 如果他打电话来 一定要叫我听哦 好 我一定叫你 你看见了 也听见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是何小姐 雪儿会好一点吗 好得多 雪儿跟她之间有一种感情 亥林说什么 她都信 仪仗 坦白说 你信不信让她回来 这还用问吗 那就请她回来 我说 我想过 很难 尤其是 她现在跟她父亲住在一起 想她搬回来 没有什么希望 你只是想 你备用事 你怎么照顾可能呢 事情 没有那么单纯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怕我妈反应 我先回去 探探她的口气 也让她先有个心理准备 有用吗 有用吗 有 大不了 她跑来跟你吵一架 只要对雪儿有好处 我相信你会吵赢的 不过 不过 你得要先说服 何小姐和她的父亲 她有什么心事 我才懒得听呢 她什么心事 我只是担心雪儿 丹西有什么用呢 病情一天天地恶发 余仗只希望 在雪儿的有生之年 能够让她过得快乐一点 怎么快乐 她白石凡又不是神仙 雪儿需要人家照顾我 尤其是那个何小姐 雪儿跟她在一起 就显得特别快乐 也许是天真的缘分 我才不信这回事 那个何爱莲又搬回去住了 没有 不过一张很希望 她能够搬回去住 照顾雪儿 真是什么话 妈 我也有同感 如果何小姐 可以回去就近照顾雪儿 也许雪儿的 你懂什么 白石凡哪 心眼高得很 她指望那个姓何的搬回去 不只是照顾雪儿 要连她也一起照顾 我相信一丈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不管她什么意思 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外人 特地地搬回去照顾雪儿啊 至少 还有我 妈 难道你要搬去住 总比那个姓何的搬去住好吧 反正 反正她家我已经去过了 再也没什么原则不原则了 我明天就去找白石凡 谈这件事情 怎么说 吃 alom 雪儿 雪儿 别怕 别怕 爷爷在这儿 又做噩梦了出来 对 我做一个好可怕的噩梦 我见我变成一只海豚 但夏宇在后面追我 阿姨跳下来救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结果 结果我被他夏宇吃掉了 爷爷 好可怕 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梦醒了就没事了 不要怕 爷爷 我好想阿姨 只有他来救我 傻瓜 爷爷也同样会来救你的 我们找他回来好不好 有点难 要不然我去求他 他一定会答应的 你不要去 还是 还是 还是爷爷去 明天就要去 明天就去 但是爷爷不能保证 明天他一定回来了 姐 阿姨 阿姨回来 我天天都等他 我天天都等他 您好 我是白士凡 白先生 没想到您会来 来 请进 请进 来 谢谢 您大概就是何船长 是是是 我我我是爱莲的父亲 爱莲不在家 上班去了 好 我知道 我是特意来拜访您的 我 这这怎么敢当的 请 您请坐 请坐 来 请坐 这地方太小了 我 我不是记住在朋友家里 我听爱人说过 您 您喝茶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先等待 来 爱莲这两天还好吧 很好 很好 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您 您帮爱莲这么多忙 你说我 我该当面向您道歉 谢谢 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 爱莲帮了我不少忙 我应该谢谢她才对 所以今天特地来拜访您 想想想意思 您 您 您这是 这 这怎么敢当的 您 是大事业家 您 您太客气了 您 您 您喝茶 好 谢谢 我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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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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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下了班 我 我 我会转告她 您 您来过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特意代表 雪儿 谢谢她 请您告诉爱莲 好 您 您真是太客气了 您 您 您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让我转告爱莲呢 没吧 好 改天再来拜祭 不敢当 不敢当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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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您走好 麦仙 这是你要的分析报告 已经做好的 让你加完蛋字幕吧 非内的工作 应该到 我们都还没有吃晚饭 我请你 会啊 εί ic olan小姐 您已经拒绝过三次了 因为吃饭不是公事 我们可以讨论公事 麦仙 上次你要我参加的 投资人参会 说是要我说明整个计划 结果我只说了三分钟 整个晚上都在应酬喝酒 这种事情难免的 如果不去就可以避免 你再替我工作 我是你的老板 这一点请你要弄清楚 我心里明白得很 在公事上我绝对尊重你 但是我的私生活不受任何人支配 如果这种态度你不能接受的话 你可以随时解除我们之间的合约 对不起 我走了 再见 没错 我是有这个打算 好 我不会请他搬出去了 现在要让他搬回来 你到底是什么巨星呢 我是为了雪儿 我不信 我就不相信 只有他才能照顾雪儿 的确只有他 我也可以 你怎么照顾他 搬到我这儿来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好歹我是你的大姨子 林郑严顺 再说 这把年纪了 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你只会想这一点 你就不想别的 什么别的 家伙 不要再跟我欧气 不要再那么偏激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只要爱恋能让雪儿开心 只要爱恋能让雪儿听话吃药 雪儿只要在爱恋那儿才能得到欢心快乐 我不信 你要是不怕丢人的话 我们就当面问清楚雪儿 叫她亲口告诉我 她多么需要爱恋 你敢不敢 你口口声声爱雪儿疼雪儿 你为什么不能让雪儿得到她真正想要的 为什么 我 我总是说不过你这家立嘴 因为我总是比你有礼 他什么时候搬来 人家答不答应 还不知道 我刚才去看看他父亲 可是就是开不了口 最好啊 这一辈子永远开不了口 他说啊 他还知道你去上班 特意带着礼物来看我 我就弄不明白了 他看我就遭老头你知道吗 还说了什么没有 他寒暄了几句 说了很多感激你的话 应该是你谢谢他 他对我们的帮忙太多了 也许只是礼貌吧 我看不像 如果我感觉出来 他是有很多话想跟我说 又当着我面说不出口 会不会是为了雪儿的事 雪儿得了绝症我又不是不知道 这是什么不能说的呢 我看得出来 八成是为了你的事 这个你们之间这个到底 爸 你们乱猜 我跟他做个清清白白 我大人信得过你 我我我是说你们这个这个感情方面 你不想念这个 不是欠点太多的恩情 这是个 欠点恩情应该要报答的 我整天闲着在家里没事 我就想这个问题 要不是他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爸 爸 我们不要说这个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打算辞掉现在这个工作 我是说真的 你总该有个理由吧 我做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另外找的更好的工作了 还没有 那我就不同意你辞职 我做不下去 我有我的苦衷 你有什么苦衷你说给我听听 叫我怎么说呢 跟你讲你也不会懂 是我是不懂 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连最苦衷的道理我都听不懂 爸 对不起 妈 是我说错了 你别这么想 我知道你对麦德伟很有好感 可是你没有跟他一起工作 你不了解真相 我是认为 他做每件事情 动机都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也不晓得什么问题 也许改定会有答案 爸 从小你都最相信我 现在我长大了 我应该更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不错 你人是大 问题是 大人有时候也会犯错 至少你乌鞍物要辞职 我就不认为是对的 好吧 反正我只是现在有这个想法 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等我决定了我们再讨论好不好 白石器业目前持股的情形 我从政港会拿调查得非常清楚 说明一下 白石板本身拥有35% 白石器业有15% 不过这15%等于就是我们的 不 目前只是底下 在没有正式交割之前 还不能算数 对 所以要尽快地把它交割 我再等机会 再说下去 还有15% 是在墨家红手里 也就是白石板的大姨子 那个我们不必失望 另外呢还有两个大股东 一个是钟年庚 他是拥有6%的股权 这个人是谁 他是白石板的心腹 当年跟白石板共同创业 目前是白石器业的执行副总 经理 有可能买它吗 很难 他对白石板是忠心耿耿 那另外一个是谁 侯本副 当年白石板创业 他帮了大忙 所以拥有5%的股权 不过最近年纪大了 很少跟白石板来我 甚至连董事会都很少参加 立刻对这个人下手 苏珊 这个事情你搬 好 我倒地的估计一下 白石板本身呢 加上墨家红还有朱年庚 他们拥有46%的股权 如果白石器肯把15%的股权让出 再加上我们买进了26% 所以目前我们拥有41%的股权 加上侯本副的5% 一共也是46% 其他8%都是散户 这就是我今天来订谈的重点 另外5%是在一个叫李文的手里 如果把这5%也拿到的话 那我们所占有的股权就有51%了 那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敬赏白石器 问题是那个李文是谁 他是白石凡的旧亲人 也就是李卫慈的亲生母亲 李卫慈 为此 原来他就是个大关键 请进 请坐 这么晚找我来是不是有重要的事 可以这么说 我没想到 李卫慈对我的误解这么深 就连李松 对我也改变了态度 好 可以抽根烟吗 可以 他们对我 不只是冷淡 甚至还有排斥我的感觉 所以 我很难从李卫慈的身上 弄断了百分之五 那麦先生就希望我去了 你是最适当的人选 第一 要很技巧地 确定那百分之五在他们身上 第二 要想办法让他们脱手 卖给我 这是成败的关键 我明天 明天我就向南部 不 我刚碰钉子回来 你现在马上去 李松并不是傻瓜 会起疑心 过两天再去 是 我不知道条子已经跟我很久了 我们才见面 条子就到 我们不要怀疑我摆到 所以 误会有加深 是 整个经过的情形 就是这样吗 是 在六月面前 我不敢有半句假话 说起来 道上的事我很久都不管了 既然我们有这麽深的约约 你又找上了我 又不能不理 谢谢六爷 谢谢六爷 当年我们在外地跑的时候 是讲两个字 一个是意 一个是泥 不过 现在年头变 对两个字的分量 相对的减轻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是 我懂 我跟王彪虽然是不认识 但是既然我出面 他多少要卖我几份老面子 把这件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说 谈一谈的话 这个我有把握 但是我不敢说一定谈得出什麽结果 是 反正我一切都听六爷的 六爷 你去打听打听 看谁跟王彪熟的 带句话过去 就说我要请他跟莫刚喝茶 他就该动你 是 我们都是自己人 最后奉劝你一句 道上不必从前 你的家事很好 大可不必混下去 要收啊 就找机会收了吧 是 多谢六爷教诲 等事情圆满解决了 我就听六爷的 把一切都收了 范大夫再三交代 您尽量吃清淡一点 所以今儿早上吃粥配小菜 你不必解释 范大夫跟我说过 爷爷早 早 你干什麽 上学啊 怎么 你忘了 最近你不必上学了 爷爷已经在学校里 已经请了假了 一直到你的病完全好了为止 我不要再请假了 我的病已经好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去上学 雪儿 不行耶 你不能去 雪儿 乖 乖 乖 听爷爷的话 我不要听 你们都在骗我 以前我不做功课 你会生气 我不上学 你会更生气 现在都病了 都反过来了 爷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 你还需要休息 我不要休息 我已经休息好久好久了 爷爷 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要上学 我不要同学笑我 雪儿 雪儿 你和爷爷怎麽说 你才肯听 我都不听 我要上学 雪儿 爷爷的话你不听 那阿姨的话你总会听的话 如果阿姨说你今天不能上学 你信不信 你听不听 阿姨不在 爷爷打电话给他 爷爷打电话给他 这么早 他不会来的 他已经两天没有来了 爷爷一定会叫他来的 你先坐一下 爷爷马上打电话 会 来 听话 你坐 不要跟爷爷打电话 啊 tea Four ter 公安 原因是 快 你找我,你快去接 也没人找我啊,你去接 我一定会找艾连的 你是他老子 你老子,你去 对不起,麻烦找何艾连和小姐听电话 你是 我是白世凡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我不只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 失去的岁月里 我也有初恋的滋味 而今歌声中 我的情感不愿再错 嘿,不要拿麦克风来笑我 在今夏中长大的孩子 容易遭受 我静音你的心 我明了你的企图 在掌声中 哭不愿唱你的眼底歌 不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所以今天我才要告诉你我不愿再错 不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我 我不愿意一个温柔成为我的枷锁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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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